使徒保罗在谈到上帝的福音之后 从十二章开始就谈到了 与上帝福音相称的基督徒伦理生活 也就是作为天国子民应该如何过的生活 所以一开始他谈到了一个基础 就是以上帝的恩典 劝所有的谋恩的弟兄姐妹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这个就是谈到了整个基督徒生活 就是一个侍奉 整个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礼拜 然后后面他又具体地谈到了 实现这种侍奉的方式 是透过我们不断地被神的话语更新 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之后 我们的想法更新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明白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那个善良纯全的旨意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照着 神的旨意去侍奉他 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侍奉 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侍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谈到了在教会里面 在肢体当中 我们如何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量 信心的程度 看自己看得恰当合乎中道 然后谈了这样的肢体之间的相顾 身体肢体之间的配搭 之后又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吩咐 什么弟兄之间真诚的彼此相爱 那种爱也是爱憎分明的爱 然后又谈到了这种侍奉神 要心里靠着圣灵 常常火热去侍奉他 然后紧接着就谈到了 今天的本文说 在盼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在祷告要横切 前面好像直接涉及到 关乎神的对象是神的 那在这一节经文里似乎好像不太明显 特别是这三个小段 在盼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切 好像很散乱 但是仔细看的话 和前一句和这一句 包括这三点 喜乐 忍耐 横切 都是有关联性的 如何保持常常警醒去侍奉神呢 和今天的这句话也是非常有关联的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话里面包含三个部分 一个是在盼望中要喜乐 一个是在患难中要忍耐 然后祷告要横切 好像在三个不同的处境当中 那同时呢 这三点也有它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第一点 就是在盼望中要喜乐 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词很重要的 就是在盼望中 当然这个盼望这个原文的词呢 是宾格吧 受词啊 那学者们翻译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说明原因的 翻译成原因 因着盼望 那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方式 在盼望当中 按着盼望 以盼望 还有的学者认为是这个未知的 在盼望中 所以中和本是采取了这个在 更比较符合这个文脉 所以在盼望中要喜乐 那提到盼望呢 它是基于信心 基于信心指向未来 也就是说它透过信心 知道上帝的应许 知道时间上我们是处在现在 但是它是指向将来 因着信 上帝将应许我们将来要成就的某些事情 所以产生的对将来 对将来如今还没有经历到 还没有实现的那个将来 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成就的这个事物的期待 热切的期待 韩语说 是吧 就是热切的那种盼望 从旧约当中我们就看到这种盼望 旧约以色列百姓上帝 应许他们的这个弥赛亚 虽然是后期了 贝鲁归回之后期 先知书后期的晚期的先知书 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这种弥赛亚观念 一开始亚伯拉罕 上帝应许他子孙 他就盼望子孙 然后应许他土地 他在迦南地支搭帐篷寄居 虽然还没有一根笼是他的 后来顶多是给当地的人买了一个墓地 亚杜兰洞是吧 实际上他在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一根土产 一个产业属他的 但是神应许他 那个迦南地要归他和他的子孙 所以他就在那盼望 但是希伯拉罕告诉我们 上帝应许那个产业 不只是迦南地的问题 还有个神建造的 不动摇的那个城 所以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 支搭帐篷 他期待的是神应许成就的那个城 遥遥的旺间 那同样 后来的先祖们也是 承接着这个不同的应许 都是期待着 所以希伯拉罕里面作者说 希伯拉罕作者说到 这些人都是在信心当中死的 他们活着的时候 甚至有些应许 他们还没有经历到 都是在盼望当中死的 并没有得到神所应许他 但是他们的信心 却蒙了神的认可 认者 什么意思 信是所望之士的实底 未见之士的确具 上帝向他的百姓 他所拣选的百姓 发出应许 那有些应许 是今世可以经历到的 亚伯拉罕经历到了 以色列的出生 虽然这个 试炼了很多年 当然大家也不必要沮丧 上帝也不会让我们 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祷告应答非得等个几十年 那种个例 特别的情况下 一般很多的时候 上帝对我们祷告应答 都是很快的是吧 虽然情况不同 上帝可能 有的时候让我们训练我们 或者让神在安排一些事情的时候 在他的护理和引导当中 筹划当中 也需要时间嘛 等等 总之呢 上帝一般都不会推去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尽管凭着信心 在圣恩宝座面前 为了得蒙他的连续和恩惠和帮助 尽管在他的面前 作为儿女 像他奉着耶稣的名 尽可能的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时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盼望着应答嘛 因此这个盼望是指向将来的 现在还没有享受 但是因着神的应许 凭着信心 我可以期待那个神所应许的 期待他临到我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到 盼望的当中呢 要喜乐 其实还暗示着一个问题 就是他劝勉我们 鼓励我们 不要把目光只是专注在短暂的今世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个意思不是说 不要操心地上的事 如果不操心地上的事 咱们就没法生活了 对不对 你要出门来教会的时候 你考虑 今天是坐四二线 还是坐公交车 打低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总要想嘛 想的时候就思想 投入到那个事情上 所以不思考是不可能活的 对不对 上帝也不喜欢我们那样 盲目的 没有计划的 没有打算的 没有想法 没有概念的那样的 打哪儿 指哪儿 走哪儿 算到哪儿 这样的盲目的生活 对不对 那问题是这里面 原文的意思 不要被这种地上的事情 所捆绑 专注于地上的事 默想地上的事 心思完全只是被地上的事 好像整个人类历史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今世成为我们所有人生的 一切的价值和终极归宿一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像唯物主义者 无神论者 反正娱乐死就得了 对不对 反正吃喝吧 明天就要死掉了 我们人生不知道能活多久 第二 反正就有今世 也没有天堂 也没有地 也没有灵魂 没有审判 今世是我们活着当中 全部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 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做最喜欢的事情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圣经向我们启示了 今世 在神整个救赎计划当中 是一个过程 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漫长 煎熬的 甚至是充满艰辛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告诉我们 将来有一个基督在灵 开启新的这个纪元 开启新的世界 再创造 那个是救赎的巅峰 那是完全与现在这个状态 有些类似 但是又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整个人类 他所救赎的人类 他所救赎的教会被更新 然后这个堕落败坏 被我们已经污染 因着罪污染 包括过度的开发等等 已经被炸干了的这个地球 重新被更新 重新被更新 新的世界 新的百姓 然后在一起生活这样的 礼拜神 侍奉神这样的一个光景 所以今天在神预备神的百姓 一方面是得救的人数 添满之前 另一个方面是训练 历练百姓 让他们在信心 在盼望当中持续成长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金氏 是一个充满使命 但是也是一个旅程 所以最终不是终极目的地 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加尔文牧师 根据圣经的教导 一方面他告诉我们 要轻看金氏 默念永生 就盼望永世 想到金氏所有的劳苦 最终在那里面算账 所有的痛苦将来 在那里得到安慰 所有的人生评价的时候 最终是在进入永世之前 基督台前有一个评价的机会 所以所有的价值盼望 都期待那个 但是不等于说仰望天巴 然后就一无所事 对不对 他又谈到了这个 忠于护照 在金氏上帝 给我们一些工作和使命 所以要明白 自己的使命和护照 在这些事情上忠心 然后同时 好像这个金氏只是工作 只是侍奉上帝 哇苦哈哈的 不 他说要享受金氏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赏赐 无论是健康 还是这个物质的财富 或者是美食 或者是艺术品 音乐 甚至是被造物 适当的 恰当的去享用 不是无度的去沉迷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给我们勾论了一个 从现的角度来看 金氏到基督 圣经所应许的 那个完全成就的 那个救恩之间 有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 用我们的金身 可能完全填满 填满 有可能这个 这个基督在临之前 我们就 寿命 寿终的可能性也有 有可能是活着呢 见基督也不好说 所以总之呢 这个期间呢 是我们一个试炼 一个成长 一个侍奉 一个历练 一个需要面对的人生 不是只是消极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 末世论的这个盼望 虽然现在已经末世了 开始了 但是最终的终极 我们带着这个盼望 就像耶稣所讲的 很多的比喻一样 这个家主人离开 把财产交给仆人管理 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 总有一个主人回来 去结算的时候 交给你 你的管理的怎么样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聪明淤卓的童女 马太菲二十五章 我们作为被聘的心腹 等候新郎 迎娶我们这个期间 我们如何警醒 不管是能着醒着 提着灯而已 还要预备游在灯里 如何准备迎见基督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按财干受托 在基督来之后 要审判山羊民羊 那个不同 这个不是山羊民羊 是财干受托 上帝给我们的 无论财干多少 一千两千五千 多少的能力 给我们多少的托付 照着忠心的程度 所以整个圣经在 特别是耶稣 在马太菲二十四章 到二三二四 这个末世论的讲论里面 给我们基督徒勾勒了一个 如何在末世 在基督在临之前 以什么样的姿态 去生活的一个指导 所以这个基本的调子是 盼望啊 盼望这样 所以我在预备 想到总有一天 主人会回来 想到总有一天 我的新父 我的新郎 他会来迎娶我 所以我如何在今世 在他所托付我的 在生命的层面 个人信仰层面 包括在工作 使命 职责层面 去尽忠职守呢 如果没有这个将来的这个毛 就像我们用那个皮筋来比喻的话 两个这个固定点 一个固定点在我心里 另一个固定点 固定到基督将来的某一个时刻 所以这种张力 我的心始终被那个盼望所吸引 所以我今天虽然做手中的工作 但是我心里面 却热切盼望的那个在里 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 所以保罗说 不要专顾地上的事 不要只是思念地上的事 要思念天上的事 就是意思 让我们的心的这个重点和焦点 放在哪里 所以在盼望中要喜乐 为什么要喜乐呢 这里面说到在盼望当中喜乐 我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可以有很多翻译 借着盼望或者因着盼望 都可以 这种喜乐的源头 是因为我们有盼望 也就是说 这个喜乐的原因 不是因为今世而喜乐 而是因为上帝应许 那个真实的应许 将要成就的应许 盼望那个才喜乐 要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婚了 是吧 订婚了 订了这个将来几个月之后 十月一 什么订好了饭店 订好了宾馆 发好了请帖 真的爱对方的话 他是期待结婚的 对不对 展现别说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人类社会的悲惨 这个恐婚等等 正常的话期待的 对不对 热切的等候那一天 应该带 因着那个将来确定的一些事物 今天我就喜乐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实际上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信心 我刚才也说了 盼望的基础是信心 因为信知道 神应许我们什么 我的信也是信神的应许 我确实相信 神应许的真实性的话 我自然会产生盼望 因为神应许的那个将来成就 那个事实真实的 所以期待 渴望上帝应许我们的那一切 因着这个盼望 我确实的相信 这个盼望是真实的 所以心里面充满喜乐 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 基督徒喜乐的源头 比起今世暂时的快乐 更多的是超越当下处境和环境的盼望 基督 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开头的集结说 基督因摆在前面的盼望就喜乐 他知道他一人背定十字架 所能产生结出多少子力 能产生多少教会 因着他一人的死 有多少人能活 多少人能生 所以他就因着这个盼望 就轻看十字架 摩西也是 因为盼望 因为看 与神的百姓受苦 比在埃及的这个权势和享受更宝贵 这个信心 这个盼望 他就愿意与百姓一同受苦 为什么 盼望更好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基督徒的喜乐的源头是超自然的 这个喜乐 所以这个喜乐我们和快乐 愉快 有的时候刻意分开 愉快 可能我吃顿烤肉也很愉快 见了朋友也很愉快 今天这个公司发了这个奖金也很愉快 或者今天这个买了一件衬新的衣服 逃了好半天 没逃着 终于逃到了 而且还是以物美价廉的方式 逃到了很愉快 很多生活当中可以令我们愉快 开心的事情 但是喜乐呢 它是从上头来的 来自基于信心和盼望来的喜乐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今世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当中 如何能够过喜乐的生活呢 是要有基本是信心和盼望 信心和盼望 那不但如此 后面紧接着说 在患难当中忍耐 患难的大概的意思是指 来自抵挡神的势力 赎血气的人 恶人的逼迫 而产生的痛苦 不管是什么天灾 自然灾害 交通事故那种患难 是来自羊 进入狼群那种张力 你们不属世界 入属世界 世界必爱你们 正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世界必恨你们 正如他们恨我 逼迫了我 同样也逼迫你们 学生不能大过老师 既然带老师这样 更何况你们呢 对不对 所以在亚当堕落之后 他的后裔当中 就形成了两股 两类人 一类人是敬畏神的选民 一类人是属血气的自然人 所以你发现 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 该隐把亚伯给杀了 然后一扫逼迫雅各等等 那这种情况呢 信的和不信的之间 有这种张力 那今天我们生活在韩国 可能来自什么宗教的逼迫上 还感觉不够明显 比起我们在韩国的人 可能比起外在环境的逼迫 虽然偶尔可能会经历这样的 因为毕竟这种社会体制里面 也是不太支持 或者是反对 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和尊 人们也有这种意识 即便我反基督徒 反基督教 也保持一等 别犯法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国家呢 可能没有这种意识 甚至有的是从政府和官方 来自这样的逼迫 压力张力 明显这种意识形态的 这种张力和冲突 那他们面临着就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学生小孩子去学校 老师还要操心你信仰的问题 一周去几次教会参加到什么程度 你爸爸是教会去教会聚到什么程度 母亲在教会里担当什么职份 他们背后有这个调查表 那为什么调查 政府有什么权力干预人的信仰自由吗 没办法这是中国的制度吗 摸底调查 所以无形当中就有一种压力 甚至可能你过于热心 什么党入党入不了 那个入党的问题 关键和别的没有关系 跟你的这个仕途有关系 是吧 你加入了VIP 你表现好的话 那个这个升职啊 这个进职啊 很多的福利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那还有很多 有的人因为信仰 可能被劝退 被辞职 奖金拿不到 然后被等等这样的情况 因此呢 我们看到 这个每个历史历代 都带有这种信和不信的这种张力 所以患难是指来自不信的势力 对信的人的一种压力逼迫 而产生的痛苦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 你们患难当中要忍耐 当然这个不是保罗不是说他忽视人性 保罗是说我们面对患难的态度是忍耐 为什么忍耐 喜乐是在于来世的盼望 而因为这个盼望 我们在暂时的患难当中能够忍耐 他不是教导我们学我们这个道家的 你要修身养性 这个齐家平天下等等 格物之治 你要管理好你自己的心 内圣外王 你心理管理好自己 像君子一样 出之泰然 把我们的人性都抹杀了 好像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缺乏了那种真实的感受 不是那样 患难当中当然痛苦 患难当中当然很艰难 约伯受失恋的时候以后 使徒们遭逼迫的时候 希伯来书里面 圣经里面记载那些伟人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跟你我都一样 他们并不是说感性上 可能比我们更坚强 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痛感 或者是这种意识 他们有真实的人性 真实的感受 但是他们因为信心 因为盼望 所以面对这个眼前的 现实的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 他们忍耐 真实的喜乐 是没有一种忧伤之心 能够压制他的 因此 这种患难中的忍耐 和盼望中的喜乐 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因着盼望而有的喜乐 以及在患难当中的忍耐 唯有那些在今世就学会 如何在今世之外的 今世之外寻求幸福的人 才能够借着盼望的安慰 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喜乐 所有的享受 只是局限在今世上的话 我们的结果一定是痛苦的 为什么 今世是不平安的地方 充满令人伤心 沮丧 挫折 痛苦的地方 除非那些在今世之外寻求 就是在上帝那里 在永生里 在盼望里 得到安慰的人 才能够有这样的喜乐 和面对苦难的能力 所以这里面讲的 不是自然人的素养和能力的问题 我忍耐心强 所以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能忍 这个不是讲这个 是讲信仰 来自信仰 来自盼望 来自上帝的应许 和恩典而带来的 这种盼望和患难当中的忍耐 除非我们有属灵的眼睛 能够认识到 这个背后的意义 不然的话 谁能够面对这样的患难里面 还去忍耐呢 这个忍耐 不只是面对问题本身 是在神的面前一种态度 欣然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处境 欣然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可能从中思想 上帝给我们摆设的宴席到底是什么 虽然这个是让我们按照天然人的本性 是感到痛苦的事情 但是那位爱我们的神 绝不会突然让我们受苦 他剥夺我们多少 他要赏赐给我们多少 他要历练我们 他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 某些不属于他的 比如说属于罪的 私欲的 贪心的 骄傲的 自私的杂志 那他也要 让我们更多的去 因着抛弃 让我们去经历更多的恩典 所以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不只是咬牙切齿的问题 一定要有信心和盼望 因着这个盼望 我们才能忍耐 保罗在前面 罗马书八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里面说 我们得救的 本在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神所应许的 现在眼见看不到的 必然是实现的 就必忍耐等候 这里面说到 因着盼望 那个真实的 眼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所以这种忍耐 等候的力量 来自于信心和盼望 那不仅如此 后面说 祷告要横切 祷告和盼望 忍耐 盼望中喜乐 患难当中 忍耐有什么关系呢 前两者的 能够酿生活的 根本原因是 祷告 这两件事情 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的 我们也没有那个盼望 我们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忍耐 虽然人的人格的这个情况不同 但是基本上是 按照我们的本性 我们是没有那种盼望 也没有那种 忍耐患难的能力 我们就应当不断地祈祷 时常呼求神 以至于他能保守我们 使我们不失败跌倒 因着灾难而被压碎 更甚的是 保罗不但激励我们要祷告 而且要让我们横切地 常常地祷告 这样才能保持心灵火热 隐情的侍奉主 跟上一周的讲到那种一样 常常祷告 我们才能够信心 不断地默想神的话 专注思想 专注于神的话 然后才能够 才从神那里得着恩典 有盼望 因着盼望才有喜乐 特别是患难 遇到很多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祷告带着你 真实的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曾经读了诗篇 对不对 我们现在学到87篇了 过去有很多类似于咒诅诗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太拘谨 因为我们学了圣经嘛 所以要凡事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所以上帝让我们去爱饶恕 其实我们真的愿意顺从神 但是有很多的说爱不过来 爱不来 恨得不得了 气得不得了 但是把这个感情压制 嘴上还说主啊 饶恕他 他所做的不知道 主啊 拯救他的灵魂 这种祷告我们不说错 但是我们很痛苦 我心里恨得不得了 但是我嘴上要这么祷告 因为我知道上帝不喜欢我咒诅他 但是诗篇里面 给我们很多真实的光景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首先是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跟神倾诉 不压抑 不装甲 主啊 我现在你看 求你见察 求你听 求你看 恶人们围攻我 到处挖陷阱 谋害 我被这些骄傲人欺压 我将要死了 主啊 为什么公义的人 却受不义的人 这样的恶待呢 他先说 先别管说的对也不对 但是他把观察到的现象 真实的跟神说 主啊 我 我就要死了 我忍受不了了 等等 甚至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你亲自来为我生缘 大救我 救我 脱离他们的手 愿你亲自来审判恶人 等等 实际上看似好像 有点 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你斯提凡的这种被圣灵充满的祷告 不一样 我是从牧养上的角度跟你们讲 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太压抑了 有很多的时候不敢在神的面前表达真实的感受 首先你真实的把你的感受 你气就气 把你的气话先跟上帝说 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是真实的我吗 不要硬压抑自己 然后自己气得不得了 还要表现出很能够处理好的那样 上帝不喜欢那样 首先是将自己真实的感受 跟他说求你来申愿 求你来拯救 甚至可能带一点那种咒诅 但是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给你安慰 给你盼望 祷告祷告 你自己心里得到安慰的时候 有可能就哎呀 他们也挺可怜的 连绵他们 所以不要越过中间阶段直接答案 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 直接主要连绵他们 能胜过可以 心里也充满恩典连绵 能胜过可以 但是问题是我心里面 想想就来气 胜不过去 还要违心的口上 还要说标准答案 不要酿 把你心里的倾吐给神 患难当中 逼迫当中 包括疾病当中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一直受这种事情困扰 你可以真实的跟上说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真的很软弱 没有力量 上帝不是 上帝其实知道我们一切 但是问题我们基督徒 不敢在神的面前敞开 恐怕说哪句话错了 上帝会怪罪我们 或者说上帝羞辱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享受安息 在上帝面前真实地将你的感受跟神说吧 你对未来的恐惧 你的所有的苦恼 先别管上帝怎么想 先跟他说 然后祷告祷告的时候 圣灵会引导你怎么正确祷告 先别遏制自己的人性 明明气得不得了 硬要这个 比起那个真实来到神的面前 更有果效好 所以这是从圣经牧养的角度 包括个人经验角度来说 更快 你吐完了心里就敞快了吗 敞快了以后冷静下来 圣灵引导你 你就想起来还要饶恕 又为他祷告 对不对 结果是好的 顺从的 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就这个线 诗人一开始气得不得了 仇敌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 后来神给他恩典安慰他 然后就开始称颂神 然后又开始为仇敌祷告 但是我们一般没有那个过程 没有倾诉的 交托的 承认自己现在受不了的 然后求神甚至咒诅 拯救 报应恶人的 这样的过程没有 直接跳到最后 然后自己还其实受不了 违心的去硬那么祷告 比起酿 还不如先倾诉 所以在患难当中 在恶人逼迫我们的时候 作为为我们人 一般的情况下 是心里面不好受的 对不对 毕竟我受苦的是我们 所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跟他倾诉 包括除了患难之外 大家真正的担忧是什么 健康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前途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你真实地感受 真实地跟神说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 说错话软弱 你怎么说这么软弱的话 讥笑我们或者是 责大我们 真实跟神清新 土一 这反而是信心的表现 我现在就这样 我现在就这么想 所以跟他倾诉 然后 为什么 祷告里面 会带来这种 安慰和治愈呢 比起找这个 比上帝最 好的倾听者 远远不及 最好的倾听者 上帝的那些辅导师 基督徒如果真的礼拜 和祷告的话 其实那些功能都不需要 为什么 祷告的时候 很多内心当中的压抑 倾诉 告白 都可以得到治愈 因为这不只是什么 找神父倾诉一下 然后神父就聊聊草草 安慰你几句 当我们真正不是打空气 向神倾诉的时候 关键是上帝 回应你 他不只是我自己 吐完了爽 自我安慰 宣泄那个层面 而是上帝要回应你 赐给你恩典 所以这种压抑的心灵 在祷告当中 流完泪 蒸完茶 撒完焦 完了以后 上帝安慰你 回应你 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应该是不会得 什么抑郁啊 压抑啊 会有抑郁 会有压抑 但是正常祷告之后 会得到安慰的 因此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老一辈基督徒 常常看到 他们好像充满忧患 但是又充满喜乐 为什么 他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流泪 挣扎 他们不是生活一马拼穿 他孩子天天足 又吸毒 又打家 又嫖娼 又不正经工作 做父母的心里面 心都碎了 操碎心了 没办法 只能来到教会里面 流泪祷告 周围充满了 令他愁苦的事情 但是他心里面 却有很大的喜乐 为什么 他在神的面前 得到了这个安慰和拯救 后来怎么 儿子也浪子回头 这样的情况 不是有很多吗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在祷告方面 是在依靠神的方面 相对比较弱 相对比较弱 一个是生活繁忙 另一方面 有的时候我们 可能缺乏这种 完全在神的面前 这种迫切的 这种 无论是环境上 还是条件上 缺乏这种 单独的 无依无靠的 依赖神的这种 内饰的生活 所以我们常常 这个重担压着 但是又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心里面 也不喜乐 然后这个脸色也不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告诉我们 在盼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当中要忍耐 而这两点 至关重要的动力 能够活出这样的动力 是因为祷告 恒切的祷告 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 心里面得到释放 得到安慰 所以他才起来 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 那个时间没有那么空白 那么多时间 让你在神的面前 一跪跪几十分钟 几个小时 很多时候 我们都匆匆忙忙的 我刚信主初期的那个时候 做传道人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 礼拜场所是24小时开着 给所有的圣徒 就是自由进去礼拜 所以在教会里面 在教堂 礼拜堂里面 聚会的场所里面 有很多在那里白天没有事 其实就是甚至那个时期 九几年 那个小城市里 边方城市 还登人力三轮车 后来被取缔了 那些登三轮的弟兄们 姐妹们 那些在饭店打工的肢体们 那些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们 等等 还有一些上班的那些 阿姨们 叔叔们 他们利用中午饭时间 或者是下班的时间 或者是早晨 上班之前 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打工 甚至这里一个角落 那个角落 里面那种哭声 常常在神的面前 将自己的重担泄脱给神 那样的灵魂有很多 人活着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特别在韩国还好 在中国 真的是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面对这样不公益 这样的恶事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如果是有健全的法治 我们可以透过一般手段去解决 但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 怎么办 我们唯一的武器 就是我们有一位 听我们祷告的神 全能的神 我们所有的重担和劳苦伤害 应该来到祂的面前 向祂清新土役 从祂里获得帮助 当祂安慰应答我们的时候 为我们伸冤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 旧约新约时代 这些圣徒们所经历的 上帝如何看顾他们 不一定非得等到 最终末世的时候 才应答我们 让我们看到那个结果 有些事情是等到 但更多的时候 让我们今世的时候 就可以经历到他党国的应答 不太愿意讲建政行 我讲我母亲 她是建国左右出生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所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听懂这个话的人 能听懂吗 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所以那个时候搞运动 上学都没有办法上学 天天去什么减分啊 劳动啊等等 就学校也都 工厂也都停工 都搞运动嘛 大炼钢铁什么的 这也是我从教科书 和我母亲那里听到的 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学习嘛 所以文化低 爱学习但是文化低 学了小学四年级等等 后来信主了以后 他就开始热心的读圣经 然后查词典等等 然后学习 那他没有什么文化 也没有什么能力 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呗 养了四个孩子 然后生活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父亲还没信主 还酗酒 所以家里面外面都他一个人长的 他压力很大 甚至后期 因为我我是老小嘛 在家里留的时间比较长 看到他有的时候 我家里那时候 开那个一个小农产物作坊 有那种什么 那种就粉碎机啊等等 甚至加工一些农产物东西 有的时候就听见他啊啊喊 我以为他那个手脚到了 就冲进那个工作坊 然后发现他一面流着泪 一面就是在那哭啊 一面工作 他心理压力很大 有个酗酒的丈夫 不顶事 然后他出去还得搞人际关系 还得要家里的事 家外的事都在靠着他顶啊 所以他又不能自杀 他跟我讲的啊 自杀这四个孩子怎么办 成孤儿了 跟着这样的一个丈夫 以后找媳妇 称家都成问题 学识肯定不用上了啊 他就心疼孩子就忍 等这些孩子都称家了 我跟他离婚 这是那个年代的人 很多人都有的想法啊 婚姻不幸 然后就压 压着他又 用了很多的方法去 解决这个 我父亲祭酒的问题 什么大自暴 不要让别人给他卖酒啊 等等 然后不给他钱啊 等等 然后用各种方法 离婚威胁 那种酒精中毒的人 跟吸毒 好毒的人 没什么 就基本上没希望啊 他就不管了 也不是那套 你爱咋咋地 反正就和他自己的 等等 用了很多的方法 所以他绝望 精神都要崩溃的 这种情况下 他后来信主了 一开始也是 拜各种东向 我就小时候记得 家里面经常 给我们撵到 另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这个厨房里面 摆个大桌子里面 炒个 这个十几个 二十几个菜 然后就搞一些仪式 拜什么 大师爷给他们 出的招吗 什么给他们 等等等 搞一搞 拜一拜 什么招都用了 药物 什么威胁 恐吓 各种方法 绝望的时候 又不能自杀 甩一甩不掉 又出于责任感 没办法 然后后来呢 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有个朝鲜族阿姨 给老奶奶 给他穿福音 信了主以后 他就变了 他就经常 在神的面前祷告 倾诉 然后虽然环境还变 还没有变 但是他的脸 就得到了释放 他心里面 特别喜乐和安慰 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 为我们的灵魂得救祷告 不拿事的丈夫祷告 等等 我就从他身上 这种人看来软弱的人 无助 四个孩子 他怎么样 大哥是上了高中 毕业了 后来民办 那个时期 有什么民办教师 等等 后来转正 后来当校长了 然后姐姐 姐姐呢 是自己什么考体校等等 也后来市中心的这个小学 然后当老师等等 二哥呢 是自己要做生意等等 我呢 后来就上铁路工作了 等等 他家里面没有一根草 可以让他抓住的 除了祷告之外 没有别的 甚至我大哥大嫂 有的时候 这个因为婚姻 要闹离婚的时候 他只能是祷告 一个软弱 看似软弱的人 他只能祷告的人 结果这个家里面 以前是我认为 我的那个村落 是非常自卑的 你家哪儿的人 我都不敢 不好意思跟人说 我是哪个哪个地方人 怕丢人 那个时候不认识主吗 觉得丢人 后来发现 信了主以后发现 我们的主也不是出在大城 反而被人讥笑的拿三了 后来就觉得 神的荣耀 为什么 在那个小地方 我们家就像 闪烁的那个宝石一样 我的意思 大家能理解吧 其他的人 都是普普通通的 什么靠着打工 那个时候一天出体力活 赚25块钱等等 那些人早早的辍协 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父母就说 你看谁家张老三 李老二 一天能赚多少钱 就总贤惠我们 花钱不懂得赚钱 农村能赚钱就是好人 然后等等等等 过了几年以后 这个比较出来了 我父母是比较 什么老老实实 不偷奸耍华的 好像不太聪明 总是被坑那样的人 邻居家 王老三家等等 就贼拉聪明 从来不吃亏 然后总占人便宜 然后等等 后来呢 发现这个上帝的作为 就是有一些家事 越来越衰弱 有的一些家事 越来越兴旺 我不是讲成功神学 我是讲什么呢 这一个普通的妇女 她只是在神的面前流泪 祷告为她的儿女 包括我自己一样 考高中 一开始考了这个美术学院 交不起学费 然后我就放弃了 以前是海事山盟的时候 砸锅卖铁也供你上学 真遇到那种事情的时候 你能让他卖血 卖骨头吗 不用说能卖多少钱呢 没有 后来就只能辍学 赌气上高中 后来就上高中了 等等 这样的时候 他总为我祷告 就是人生的转折点 我曾经很久一段时间 恨我父母啊 因为他应许的没有做到嘛 然后就很生气等等 后来就想明白了 为什么 一切都在上帝的护理当中 人生的轨迹都有神 每当他无助的时候 我抱怨他的时候 他流着眼泪 想给儿女成就 但是又没有能力的时候 只能在那祷告 包括婚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等等 遇到什么问题都祷告 结果很多的事情 就发生变化 回头来看 他没有什么可夸的 只能依靠神 求神连绵这个家庭 对不对 什么意思 这是我亲自目睹的 在我们自己家里面 一个软弱的妇女 我母亲 他如何在神的面前 无依无靠的 在神的面前哭 跪着在那祷告 你听他祷告 你不能说什么 他祷告的多么属灵 他就单纯讲自己的 忧虑重担 上帝给他了四个孩子 四个产业给他 他又没有能力管 那上帝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 你给我 我交给你等等 所有的事情 你看我们四家孩子 都各方面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什么意思 就是祷告 看似弱 但是真的有果效 所以我们不能 闲置了上帝 给我们这个特权 有压力 有重担的时候 那个正是我们 去经历神 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呼求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情 我个人比较倾向抑郁 天生就有点那种 寓意 抑郁 忧虑 对将来感到忧虑 为什么 发现自己家 什么势力没有 虽然那个时候 家里有个二叔 什么党委书记 但是不管用 就是那种 愚蠢的那种 清廉的那种 管不上什么用的 所以指不上的 那父母也没有钱 也没有势力 没有可靠的 就发现自己又 没有什么技术 有才能等等 就很沮丧 忧虑 为将来忧虑 后来自己觉得 反正这个时代 就金钱之上嘛 那时候还不幸着 城里混不起 那咱就 时代不行 进山沟里面 去搞畜牧 养他几十头牛 发展到几十头的话 有钱就是大爷嘛 对不对 我甚至那么想 甚至那样的想都 所有的路都断了 甚至打工 我去那个 上那个煤矿 去这个装车 那个一车 很长的车 去装一车多少钱 然后干那个活 然后下煤洞 甚至下那个金矿 地下几百米 去挖那个淘鸡等等 奇怪的时候 所有我打工的地方 不超过一周就晃摊 搞得我最后没办法 只能在家蹲着 蹲着郁闷的时候 就在我哥 那个商店里坐着 就观察人 就来回走 他笑啊 他说话 他于是就分析 他的心理啊 琢磨 就没事嘛 就自娱自乐嘛 然后后来没地方去 那就跟着上教会呗 然后就那么稀里糊涂 在教会礼拜 然后有一次就是 在为下午礼拜 上午是朝鲜族 下午是用一个长组 下午是汉族 所以上午为下午礼拜 祷告的时候 我就跟着参加 然后被圣灵光照 然后才发现自己是罪人 才悔改的 悔改之后 读经就进去了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头发 都被他数算了 所以要将一切的忧虑 重担献给他 所以那个曾经 为将来担忧的 发现现在神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 就开始心里面不担忧了 不抑郁了 不沮丧了 那这种不抑郁 不沮丧 也是透过对神的经历 祷告当中 发现神真的听祷告 才开始对未来有勇气了 为什么 今天这个患难 上帝帮助我 那么他应许将来 他与我同在 他帮助我 这个事情就一定是真的 渐渐的就建立起来信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祷告 什么意思 今天本文里面说 患难当中生忍耐 盼望当中有喜乐 但是问题 我们不可能常常保持盼望 常常在患难当中 就自动忍耐 这不是靠着我们天人的 那个素养 那种意志来支撑的 而是祷告 祷告的当中 神兼顾我们 让我们才有盼望 才有喜乐 才能够面对患难 能够带着盼望去忍耐 在韩国我们有 我们独特的那种生活的痛苦 学生的痛苦 那种压力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作为外来人 有一些 有意无意的那种差异 那种差异不是故意的 就带来一种 被异样的看待等等 或者是很多现实当中 就业的问题 这个前途的问题 等等 各种压力 但是这个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里面 又有很多的这个软弱 这个时候就得多祷告 比起刷手机的时间 哪怕压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去逃避 我心里没有愁苦 我心里没造的话 因为什么 我考虑到了一些事情 看到了一些事 为他担忧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我们喜欢放松自己 给自己解压 当然这是防抑郁 防崩溃的一个好方法 比起崩溃 自己缓解 当然是好 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问题 只是逃避 舒缓自己的心态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 有压力的时候 正是上帝呼召我们 祷告的时候 力不能胜 软弱 感觉到压力 焦虑的时候 跪下来祷告 除了我该准备准备之外 心里还是放不下 那就祷告 一直把这个问题交托给主 心里获得安慰和缺际的时候 所以我曾经跟有一些人说 当你什么时候忧虑的时候 为将来有 就为你忧虑的事情祷告 你什么事情 让你感到焦虑 无助的时候 就为你那无助的事情祷告 上帝就在那里 借着那个事情 呼召我们来到他的宝座面前 去经历他 去依靠他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到 在盼望当中要喜乐 在患难当中要忍耐 但是关键的是 祷告要横切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保持 长长的心里火热 侍奉神 所以愿神祝福各位 人生当中 今世当中 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 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借着对上帝的应许 对上帝的信心 在祷告当中 知取那个属天的力量 获得属天的这个答案和安慰 以至于我们能够面对 当下的这种 试炼或者患难 也是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